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受到這個疫情研發的樂觀情緒帶動 其實每股的這個四大指數都是收漲 而台股呢 其實我們也發現到這個防疫概念股 主要都是這個散戶馬影雄兵在買 而且他們動輒股價飆漲了五六倍 今天台股呢是表現平平 大概是又占毀了這個一萬一千點 小漲了十七點 這我們來問一下世宗哥 大家都很想問說 這個防疫概念股這麼強勢 現在可是今天看到好像又跌回來了 到底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買防疫股 對 事實上台股在這個附近 我覺得它在進行一個 這個結構的輪動 跟準備轉換一個節奏的過程 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台股這一波的指數 從8000多點一路往上漲 漲到你看在這附近 一萬一千點好像始終過不去 今天終於收盤收到一萬一千點以上 但是也沒有說在這個地方 拉出個長紅 所以短期間之內 它是進行一個區間震盪 如果能夠在這個地方 拉出一根長紅出去 或許還有機會再往上攻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就可能會一直這邊附近震盪震盪 因為量能來說的話 今天也沒有出來 所以你要往上站到 一萬一千點以上來說的話 可能難度相對高 我為什麼說在進行輪動的轉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頁我為大家抓出來的是 這個所謂防疫概念股 裡面的一些生計概念股 你可以想今天就出現很多跌停 像保齡富錦 國光森 這一波的主流之一 像亞諾法等等 你看跌幅都相當相當大 所以生計股在出現一個 跌幅的這個狀況 有些都跌停了 不是昨天才有這個疫苗的好消息 為什麼今天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已經很多大戶 趁著這種利多消息出來的時候 他還進行一個出貨的動作 或者是說因為漲幅很大 他們這個隨便賣隨便賺 所以當然會進行一個 他們的拉回的賣壓會比較重 我再舉一檔例子給大家看 這一檔就是剛才翟軒說 今年的防疫概念股中間的一個指標股 它叫做恒大 恒大金市太厲害了 一年跌的時候十幾塊 它一路飆飆最高 快要到一百九十幾塊 這幾天回答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這幾天都已經出現 一個明顯的拉回的走勢 所以看起來的話 防疫概念股 口罩概念股 尤其口罩我們不是說 六月就要解封了嗎 為什麼反而出現跌 所以很多人反而是趁著利多 在開始出貨 這是一定要留意的 另外一個就是 最近很多利空的台積電 你看到台積電 台積電反而是在 你看利空一直不斷出來的時候 沒有把它打死 華偉說不能出貨 然後很多利空消息 都沒有把它打死 所以你看今天的資金